本地規模最大的包容性乐团 紫色交响乐团 在滨海艺术中心音乐厅演出 庆祝成立五周年 乐团的成员包括了特殊需求人士 今年呈现的曲目由本地创作 编曲融入了东西方乐器 以反映新加坡特色 李显龙总理 王瑞杰副总理 和1200多名嘉宾 一同欣赏了这场音乐盛宴